重生的气象站 有着新的外表 旧有的灵魂 而在这里工作的同仁 再也不用担心 乌瓦会从天上掉下来 另外前来参观的朋友们 也会有不同的视觉饗宴 台东气象站 已经成为台东的新景点 新地标 现在让我们透过镜头 一块来看看 台东市区里 有许多外观老旧的建筑物 都年久失修 而转角巷弄内 有间日式建筑物的气象站 原本主题老旧不堪 要原地重建 在大家极力要求留下 有历史文化建物的声音 今天它重生了 有了新的外观 也保有了古老的机器 这里活像个博物馆 将来会吸引许多收藏家来朝圣 看看这些工艺美学的仪器 细看这些仪器 机密的刻度 会让许多想收藏的人 买回去好好地把玩的 收藏 但这些都是非卖品 未来这里会有小型博物馆 让大小朋友可以近看这些 让人着迷的工艺品 气象局寄证 带着记者实地看看 这神秘的锋利塔内部 没有 现在都 这是旧的 是旧的 仙的都在那边 仙的在那边 不是 你可以只拍那个 我今天许 因为这以前 以前这里面是湿的 我们以前办公室跟这一栋是连在一起的 都连在一起的 对对对 哇 这边的建筑至少有百年以上 没有 这个没有 这个没有 这个百年的都已经拆掉了 其实在这边十几年都觉得 每天在那边走走走 很有很有感觉 对哦 哇 这个是 风向椅啊 它仪器在上面 它动 底下这只就会跟着动 哦 对 以前这里面有记录纸 那现在已经没有用了 现在没有用了 对 这个神甲可以吧 不是 小小的空间放了许多工业风的仪器 放在角落 经历了无数的台风 诉说者身上的刮痕是怎么来的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是旧式的日照时速计 这边有 它在计算每天日照有几个小时 这个是小朋友小时候玩的立竿线 是不是 在1901年在日本 在这个地方盖第一个站的时候 到民国42年 我们重新又盖了另外一个办公室 历经了六十几年以后 整个站区因为整个气象科技都发达 天空相当多的仪器还有电脑 所以在这种不服使用的情况下 我们在去年重新又盖了一座日式风格的建筑 为什么要介绍我们日式风格建筑 因为我们要 沿起过去整个气象 在建筑的风貌上 跟过去有一点连接 最重要是 考虑到整个区块 跟对面的那种故事馆的日式建筑 它有相当多的老手 那我们这边有相当多的老手 北京整个台东的另外一个景点 气象局主任也欢迎大家来这里走走 了解这建筑物的过去 看看日式建筑的细腻 在地文化的层次 相信大家会对重申的气象局 会有不同的视觉享用 东台新闻叶南座的报导